今年五月 你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在中俄建交7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 我们共同为两国关系下一步发展 做出重要规划和部署 当前 双方正在全面落实我们搭乘的各项共识 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 沿着既定轨道稳步前进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 双方要继续秉持世代友好的初心 坚守造福人民的恒心 不断涵养中俄关系的独特价值 挖掘两国合作的内生动力 为维护两国正当权益 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做出努力 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坦纳峰会 将于明天举行 这是今年本组织最重要的议程 我期待同总统先生和各国元首 深入探讨上海合作组织建设和各领域合作 推动本组织发展行稳支援 打造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高速使用 立法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